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送給女朋友或者老婆之外有什麼作用呢? 由科學一點去講 你就會想到鑽石自己本身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工業上的用途 因為它夠堅硬的嘛 它本身它的結構就是由一些比較獨特 可以由一個高溫高壓的情況之下 生成一個碳結構 令到它比平時的碳的特性很不同 它會堅硬很多 另外在什麼時候會在科學地要討論到這些鑽石呢? 就是往往去到地質問題的時候 就是這件事不是只是一個飾物這麼簡單的 就是它因為經歷過一個在地球生成的時候 甚至乎一些地學變動啊 經歷過這些事情 它高溫高壓地去產生 於是乎很多時候可以多多少少記載著一些地質的知識 告訴我們 好的 那它這個形成呢 在地底有什麼條件就會形成一個鑽石呢? 實際上都是離不開那個高溫和高壓啦 但是這裡要特意講一下呢 在地學下面的那個條件呢? 我們就知道就是你一般的鑽石 那個溶點都去到成三千啊 就是這樣的溫度的了 那麼它要形成的時候 那一定你預算在一個地下面比較深的一個位置 那個地表其實只有十幾二十度而已 你越是往下面挖呢 越是靠近地心就會越來越熱 那麼地球真真正正裡面的核心 可以上到都有成六千度的 那麼中間有一些位置 所以你就看到融掉了的岩漿啊這樣 而往往就在那些呢 那個岩漿 和那個地殼中間的交界處 有一些很曖昧狀態的 又是流體 但是又剛剛要營結成為固體 但是它的溫度也都很高 壓力也都很大 那些這樣的位置呢 那就會形成到鑽石的結構 其實就不止鑽石的 你很多的一般的岩石 一般的礦物呢 去到那種這麼高溫高壓的環境 都會很容易表現到一些 在地表上面不同的形態 那麼具體來說是怎麼不同的呢? 嗯 你要從化學結構那裡去看的 用鑽石做個簡單的比喻 如果在地表上面的碳元素 你很多時候形成出來的就是石墨 普通的那種碳 或者就算深一點的 你就那些煤啊那些東西 接著是去到高溫高壓的時候呢 它就那些碳自己的排列呢 就不再是純粹是一條條了 就會結成一個這樣的 也都不是蜂巢狀的晶體了 就會去到這些3D形狀的晶體 那就會去到這個鑽石這樣的狀態 如果你說其他的岩石 平時一般在地面的那些岩石 就是二氧化直的那種這樣的形態 就是那種silicon的氧化物的形態 但是去到比較靠近地深的時候呢 他們都很容易這些這樣的 有氧和有直的東西呢 就會混合尾和鐵 形成一些不同形態的晶體 所以如果你在地深裡面找到那些晶石呢 和在那個地表又會很不同的 很有趣的就是說 我們去掘就不能去掘到多深 很多時候一些那麼高溫高壓的 這些才可以看到的晶體 譬如鑽石這些東西呢 一是就靠地殼變動 長年累月累積 原本它在很深的地方 推一下推一下 令它上到淺層的地方 令到你很容易掘得到 此其一 要麼就是要怎樣呢 就是剛剛去靠近那些火山爆發的地方 就令到原本在下面岩漿那些東西 連上噴流一次過把那些碎石噴上來 就把地深裡面很深的東西噴上來 那我不記得台長以前呢 我記得八十年代香港賣的那些鑽石廣告呢 其中有一個廣告就是有一個品牌 它簡直是會拍攝著一個火山爆發的 就是說這些鑽石原來其中一個就是由火山爆發 它可以爆到一些鑽石出來給我們看到的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今天這一節這個新聞需要講的一件事 好 那就是說我們不是一定鑽石啦 是這些在地殼深處爆出來的 所有的物質 都可以幫我們去瞭解那個地球的內心是怎樣的 是的 而且這次要集中講哪一件事呢 如果我們平時一般要理解那個地深有些什麼呢 我們去看那些地學運動活躍的地方 看看那裡爆出什麼東西出來 另外就看看有什麼地方曾經經歷過地殼變動 令到一些原本比較深層的東西可以推上來 然後就是我們去做一些實驗 去嘗試將一些東西去高溫高壓 看看能不能重複到這些情況 重複到那些這樣的晶體結構呢 那都是一些觀察和一個實驗的手段 來幫我們了解地深是怎樣的樣子 另外還有一些就是比較籠統一點的 就是我們由那個地震的研究 去瞭解下面大約是有哪一些成份 還有哪一些質地的一些石頭 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有一個課題就是以上剛才提到的手段 不是那麼輕易能夠了解到的 就是地下水是有多少 地面上的水我們很容易知道的 就是河流啦 天氣啦 海洋啦 這些就是屬於我們地表上的水 地下水呢 我們都知道一些 你如果掘井啊 那我們就知道一個可能在地表以下 講的二幾十米計的地方 下面是有些水在那裡 但是其實水呢 我們一直不知道 其實可不可以一直滲到比較深的地球 裡面都會有一些水在那裡呢 它們多還是不多呢 我們一直沒有什麼這樣的知識去讓我們知道 也沒有什麼途徑知道的 我們世界上挖到最深的洞呢 都是挖到去 離地面十二三公里左右 就是蘇聯挖下來的 就是那個洞 你再深一點 你想挖下去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那個地深越來越 就是已經講的是 離地面十幾公里那個洞 那個溫度已經很高了 於是你再放一些鑽頭下去轉呢 那個鑽頭就已經很容易溶的了 因為那個鑽頭自己本身 它一路轉都要磨擦 那個熱量會很高 而同時間周圍環境也都很高的時候 就很容易令到鑽頭就爛了 淋了 變了型的了 所以就不是說你一路可以給錢一路轉下去 就可以一路轉下去 就不行的 所以單憑人工的鑽探呢 我們去了解到地深 只能夠是好面那一陣子 你要好深那一陣子 不知道裡面有沒有水呢 一路就其實是研究上面一個盲點來的 我們似乎沒有什麼辦法知道 就是講 就是去到如果地深以下 是上100公里 200公里 甚至500公里的地方 那裡的水的含量是怎樣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現在似乎我們都開始呢 就是憑著那個鑽石研究呢 我們可以知道多少少了 但是它為什麼會地下的水呢 那個溫度很高的嘛 它們現在不會蒸發了那些水呢 這個又這樣講啦 它那個水呢 是講的 我們地面上在一個大氣壓的時候 那個水就是100度就會煲滾了 那如果你上去那些比較高山的地方 那些人都講的 你想撒一隻蛋都發覺比較難撒熟的 就是因為那個水的廢點不同了 那如果你回到地深的時候呢 壓力比較高的時候呢 它也都沒有那麼容易變成蒸發了出來 那也都要知道就是說呢 它們是有很多時候是被那個石層自己去抓住了 其實那個情況幾次那些天然氣呀 還有那些石油那些東西 怎樣在那個地殼下面去困住了那種情況差不多 就是我們想知道是在地殼比較深處的地方 它那些有多少水可以 就是它照樣是可以被困住一些水在那裡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 還有它會怎樣參與整個地殼裡面的那個運動呢 那其實一直就不太知道 那這次這個新聞那要講些什麼呢 原來我們可以現在是透過一些很激烈的火山爆發活動 它將它那個地殼裡面很深層的東西去拔了出來 OK? 然後呢 由它那個營結出來的形態 我們大約可以了解到地下裡面一些水的分布會是怎麼樣的 那就是應該就是說 我們似乎就看一顆鑽石 我們就看到鑽石本身的價值 但是其實鑽石本身那個給出來的知識價值呢 如果我們再做仔細的分析呢 真是去拍一下裡面那個結構裡面有什麼的缺損 含了一些什麼雜質在裡面 甚至乎很有趣的 有些是含了一些直接是液態的水份在裡面都有的 那由這些資料呢 我們知道那個地殼深處下面是有什麼的 還有它那個溫度的狀態是怎麼樣的 對於鑽石來講 它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去包著一些樣本給我們去看到 而那些樣本呢 裡面很多時候含了雜質 譬如是含了一些直、尾和鐵這些元素的化學物 由這個化學物呢 我們去看它們的那個晶體結構 我們基本上就可以了解到它當時 處身那個地方的溫度和那個壓力是有多強的 因為在地球上面做的實驗 我們可以知道了 就是說它那個溫度壓力有多強呢 決定了它那個晶體結構的 所以由那個晶體結構本身 可以決定它當時的處身的物理條件是有多少的 也都由這裡可以推斷它大約是由多深那裡去來的 所以這次來講呢 講的那個最大的價值不單止是鑽石本身 我們去買鑽石就希望完美無瑕 裡面什麼的缺損都沒有的 我們就算你說買那些這樣的保石鑑定標準 最高級無瑕的鑽石 講的無瑕的地步 不是說只是你找個放大鏡去看 看不到無瑕 是直接你去放在一些機器裡面 連裡面找到那個 就是晶體結構的那些這樣的缺損都不多的 那些真的完全是完美無瑕的鑽石 如果你要做人工 即是我以前提過人工鑽石 人工鑽石都做不到這麼完美無瑕的程度的 有時候真的你要天然壯彩地去挖到一顆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在地質學研究呢 我們就不是找這些了 我們就盡量希望找一些 裡面是很多雜質的 還有最好就是那些晶體排列有些缺損的 因為這些資料就往往可以說到更多給我聽 就是說這個鑽石當時處身的那個地質結構裡面 它裡面的那個壓力啊 還有那個溫度的狀態是怎麼樣的 甚至乎如果它裡面是有水在的時候呢 它簡直是藏在裡面 我們可以去看得到 現在最有趣的就是說 我們去看鑽石裡面的那些雜質 是不需要打爛那顆鑽石的 我們基本上將那顆鑽石 將那個樣本包到靚一靚之後呢 我們就將它放進去那個光譜儀做分析 我們基本上由光譜儀打穿 即是通過這顆鑽石 去擊中了這個裡面的樣本 就是我們知道了裡面的成份和那個的分子結構 我們就可以完全在不打爛那個鑽石的情況之下 就知道裡面有什麼的 那這個可以就是說了 由鑽石研究就幫我們打包了一些地心深處的知識在這裡呢 現在就是 怎麼說呢 我們一個小小的新發現就是說 那些地球上面的水 它的儲存 不只是限於在地表那十多公里這麼簡單 原來你下去是說地表以下成600公里左右 都可以找到有液態水在那裡的 其實就是 那如果是這樣說的 我們不需要局限在鑽石上 其實所有這些噴出來的蒸體 我們都有 應該可以有那個地心有研究的幫助 理論上是的 但是為什麼要看中了鑽石呢 鑽石這個包裝實在是太硬正了 就是它往往就是一個很好的包裝的一個工具 來將裡面一些的樣本很完整整地帶了出來 那很多時候你說這些鑽石裡面有其他的雜質在那裡 如果那些雜質沒有被鑽石這樣打包自己噴上來的時候 中間可能溶了 變了型 是可以發生的 但是唯獨是當鑽石它作為一個可以那個的堅硬程度這麼高 也都是它的溶點這麼高的時候 它往往就是一個最好的工具幫我們 將一些樣本好好地保存拿了上來 換言之是那個case 即是那個外殼包裝 但是最重要就不是說說 可能有其他東西如果都是這麼硬正的話 都有研究價值 是的 所以很有趣了 一般人你看鑽石就看它本身的鑽石 但是如果做地質的人看鑽石呢 它就專挑選一些雜質多的 就將鑽石當鑽石而已 但是我會這樣說 論那個知識內容來說 如果你去分析鑽石裡面的雜質來學習 看到地球裡面的內部形態的這門學問呢 其實都算是 暫時看似乎是挺新的 因為你需要用到那種這樣的 那種儀器分析的那個分子結構 這個都是比較近年才能夠大行其道 如果以往你拿到鑽石看到裡面有雜質 你裡面似乎你不拿出 即是不撥爛鑽石你拿不到那樣本 你做不到分析 但是現在你終於做到 這樣才能夠令到那個叫做鑽石地質考古 這件事就變成了一個很實際的學問 嗯 那個結論就是 當時我們送鑽石給女朋友 或者給太太也好 就是我們送以後雜質給她 那你告訴她呢 她的價值是很高的 因為她是科學研究的價值 沒錯 沒錯 好 那我們接著就去科學會的錄 每一支節目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